神奇魔法棒 通过上节课的实验 我们都知道了 小水珠之间会相互手拉手 形成一层膜 我们把这个有趣的现象 叫做水的表面张力 可是小朋友 你知道水的表面张力 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原来一个科学家 在洗盘子的时候 发现如果用清洁剂 就很容易把盘子洗干净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他把盘子拿到了显微镜下 发现看上去很光滑的盘子表面 实际上有很多的细纹 脏东西就躲在这些细纹里面 如果用水直接去冲洗 因为水的表面张力 形成的膜 会覆盖住盘子的细纹 脏东西很难被清洗出来 加了清洁剂剂后 水表面的那层膜消失了 盘子也就很容易被洗干净了 下面我们就用一个神奇的磨法棒 来测试一下这个原理 你需要准备 一个玻璃杯 一个棉棒 一瓶洗洁精 两个取别针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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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3,4,2 2,3,4,1 鸟 detected 3,1,3,2,3,8 3,1,2,3,13 3,2,35 举别针 就是靠着水的表面张力 才漂浮在水面上 就像夏天池塘里的小虫子 也是靠着水的表面张力 才漂浮着 沾了洗洁精的棉棒 接触到水的时候 水的表面张力就被破坏了 举别针就掉了下来 小朋友 你还可以尝试着看看 还有什么可以破坏水表面张力的办法 比如 把举别针放在温水的表面上试试看 我还喝血 再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